中国网友他可能是真的去给政府提建议 但是在政府眼里 怎么可能让你们这些屁民刁民提建议呢 这个只是一个刑事工程 为了向全世界 为了给中国国内的民众洗脑 表示我们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 你看我们现在在做的事 不就是倾听民意吗 对不对 结果的这个贴文一天之后就被封锁了 不是评论区被封锁了 最近我们伟大的习总书记 来到了中国广西的一个乡下 然后他用他那可爱的肥肥的小手 不是不好意思 他用那可爱的小手 碰触到了旁边的那个甘蔗树 也就是预示着这个树 未来肯定会茁壮成长 毕竟习总书记为这棵树的成长 指明了方向对不对 所以这棵树也预示着他的人生 而不是他的树生一定不会很频繁 一天不到 中国各地城市来了一些网友 前去和这一棵甘蔗树进行合影打卡 这个商家也看到了商机 居然就是把这一棵树给围起来了 然后在他们家的农场开始收费 就是你要想去跟习近平主席摸过的 这一棵甘蔗树合影的话 就要收费20块钱一个人 当然这也是挺好的嘛 促进了中国经济内循环 也刚好符合中国的经济政策 那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那过去中国国家主席 习总书记所到之处都被保护了起来 之前习总书记就去到了一个地方 因为他身材比较胖比较肥 不能这么讲 他的身材比较壮硕 所以他站的时候必须要站得很开一点 站成一个八字形 这样以支撑他那肥硕的 不是 支撑他那健壮的身体 不然你如果站得很合拢的话 就站不稳 所以他会像北朝鲜北韩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一样 他们站立的时候都要站得很开 站一个八字形 然后他站得太久了 可能也是体重太重了 然后在地上重重的压下了一个印子脚印 然后那个脚印呢 最后被当地的一些相关部门的领导 可能是也是为了吹马屁 拍马屁 给他保护了起来 然后立了一个牌子 叫习总书记的脚印 哇 这也太感人了 你看荧幕前的台湾能做得到吗 我相信台湾统一了之后 应该也是叫什么 蔡总书记或者蔡总统踩过的地 蔡总统摸过的大树 蔡总统干嘛 当然以后可能不是蔡总统 如果统一了之后 肯定也是伟大的习总书记 为台湾的经济 为台湾的民生 为台湾的民主 为台湾的人权 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绝对是这样的 对不对 那其实这也不是空穴来风 在前不久 我们的伟大的总书记 就到了很多地方 像是习总书记也拉过的那个 不是拉过的 叫坐在那里拉 不是不是 坐在马桶上面 结果那个马桶也被列为了重点文物保护对象 叫什么 习总书记坐过的马桶 然后包括还有习总书记用过的牙刷 习总书记用过的牙刷杯 还有习总书记用过的那些洗树的衣服 还有毛巾 都被列为了那个重点保护的文物对象 这个不是空穴来风 是真的 而且在中国官网都能查到的 因为他已经被搬到了中国的一些博物馆里面 进行了公开的展示 这不是造神运动吗 对吧 这是古代皇帝才会有的现象 对不对 我们伟大的习总书记 他还没有 他还没有离开我们 怎么可以把他的东西当成一个像是遗物 当成文物来保护起来呢 对不对 这有点夸张了 你就好像说蔡总统蔡英文 他用过的毛巾 然后被展示在了伟大的台北故宫博物院 你不觉得这个很扯淡吗 对吧 但是在当今的中国一切结合里 甚至各地的网友还驱车连夜赶到广西的一个农场里面 从不同的城市四面八方而来 只是为了要跟习总书记站在一起摸过的那一棵甘蔗树合影 然后我们看到抖音上有很多网红都跑过去 像是还有人在前面跳舞 还有人在前面录影片 录短影片录视频等等的 这个也真的是只有在我们伟大的中国才能有这些现象 也真的是难以理解 总书记就是我们的贴心人 跟他拉家藏我一点都不紧张 这是习近平去居民家所看过的马桶 看似平凡的是 但竟被展示出来 用来巴结习近平 除此之外 还有习近平坐过的椅子 习近平用过的麦克风 用过的放大镜 用过的毛巾 占过的脚钉等等 那另外一则新闻 我们其实也都知道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也就是14亿人 名正言顺的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 为什么 这不是我们乱讲的 因为毕竟中国的国号就叫 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人民共和国 当然它就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所以你说中国是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 还真的一点都不为过 那最近呢 对吧 毕竟中国是民主国家嘛 所以中国的政府网 也就是中国政府官方微博 在中国的微博上面发布了一个贴文 就是这个标题叫 国务院想听到您的声音 也就是希望这些中国网友 中国的民众 能够发表出自己的心声 他提到说 at国务院 我为政府工作报告提建议 然后网民建言征集活动 开始了 扫描海报上的小程序 二维码参与连结等等等等的 然后中国的政府说 欢迎大家积极建言宪策 其实这也就是民主国家会做的一件事 对吧 所以这也就很合理嘛 你目前的台湾观众可能 中国不是民主国家 你看中国政府做的这些事情 不就是民主国家会做的吗 对吧 让大家能够反馈 政府哪里做的不好 结果呢 还翻车了 我也不知道为啥 结果一天不到啊 不能评论了 毕竟我能想象到这个画面 很多中国的一些网友小粉红 想到 哇靠我们竟然还能给政府提意见 这不是逆了天了吗 这个太阳从中国的西边起来了 是吧 所以很多的网友小粉啊 可能就立马就去给政府提了一些建议 但是很多人也不知道 中国政府的红区 这个红线在哪里 当然就是我觉得很多小粉 他不是故意踩到这个雷居的 也就是说中国网友 他可能是真的去给政府提建议 但是在政府眼里啊 怎么可能让你们这些屁民刁民提建议呢 这个只是一个刑事工程 为了向全世界 为了给中国国内的民众洗脑 表示哦 我们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 你看我们现在做在做的事 不就是倾听民意吗 对不对 结果呢 这个贴文一天之后就被封锁了 不是评论区被封锁了 贴文当然还在 因为这个贴文是中国政府的官网发布的 然后我们看到下面有些当时的那个转发的 还没有被删除的 就有网友留言说 不让评论听你妈那个脏话 有些网友都看不下去了 都很生气啊 都是中国网友自己留言的 还有中国网友留言说 评论都关了 怎么听到我们老百姓的声音呢 对不对 毕竟这个标题叫国务院想听你们的声音 结果你把这个评论区给关了 怎么听 真的是中国这个所谓的矛盾文学 一般人还真的不能理解 那还有网友留言说 想听声音但精选评论 什么是精选评论的 也就是说政府会有审查 那政府审查哪些留言是好的 政府认为是可以展示出来的 它才让你显示出来 其他的全部都是看不到 那还有人说 为啥精选评论 不想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还有中国网友留言说 我只是留言问了一下 什么时候统一台湾 结果账户直接给我整异常了 所以是咱们没有那个实力统一台湾吗 但关心国家大势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对呀 这个中国小冯 他做得很好 他只是关心国家大势 问问这个我们伟大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解放军 我们什么时候 能够把台湾给打下来 对吧 这不是很爱国的表现吗 只是来关心一下 我们的解放军 什么时候 能够统一台湾 不要天天只是打嘴炮 什么拭目以待 什么2025 什么2035 对吧 我记得我在念国中时代 我们都是 那个新闻上说 我们2020年 2020 这个是收复台湾 结果到现在也没有统一 不是打嘴炮吗 所以这个网友 他可能只是 真的只是想关心一下 国家什么时候统一台湾 但是在政府眼里 他就感觉 你在给我施加压力 你在给我施加压力 老子共产党 我们政府什么时候想统一 这是你们这些刁民 小粉能够决定的吗 我们想打嘴炮 打70年就是70年 打100年的嘴炮 就是100年 你们这些小粉 有什么权利评论 还有网友留言说 问了一下 我们这边的养老金 什么时候能解决 借口把我想说的话 直接给删除了 是我说的不对吗 还有网友留言说 想说几年前 给我家的房子给扒了 也就是说 把大家的房子给强拆了 可能政府未来去建设 一些高楼大厦 然后直接把他的房子给扒了 有些地方确实是有补贴的 只是补贴的不多 但有些地方的政府 他就是比较绝 一分钱也没有 所以说这个网友 可能他家房子扒了 政府也没给他什么补贴 所以他就在网上 既然你政府想要听我们的心声 他只是简单的一个分享了 自己遭遇的事实 他说想说几年前 给我们家的房子给扒了 现在还没有给钱 我只是说了句 应该要还钱 也被和谐了 和谐就是说删除的意思 提示说 留言不合法 所以说连讨债 像政府要钱 或者说关心一下政府 我们以前 我们这个地方 以前强拆的房子都 扒掉了那么多年 强拆了那么多年 到现在钱也没给 按理来说 这个也不是什么 合不合法 跟法律没有什么关系的 但是在中国的社群媒体上面 你流行类似的一些问题的话 他就提示你不合法 也不知道违反了哪一条中国的法律 还有前两天 因为我比较忙最近 所以就没有更新一些时事 相信很多网友应该知道了 前阵子就在日本的一个中餐厅 不知道是不是中餐厅 反正一个餐厅 这个日本老板贴了 就是希望中国人跟韩国人 不要去他那里消费 结果就让中国的网友很气愤 这是一个日本的中餐网站 他们都写了一个纸条 中国人禁止住 这是什么 什么 什么 中国人 中国人 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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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不给你送钱来了吗 中国人最强烈 台湾也中国人 中国人 当然这个日本的老板的做法 不太建议 但是这是他的权利 因为他是开了他的店 只是说这种做法不建议 但是后来很多中国的一些网红 进行去那边拍影片 当然也有很高的流量了 这其中步伐有先是蹭流量去 因为我们目前上看到网络上 有几个是比较火的 是有几个博主拍的 但据说 那边有每天有不同的中国的网红 全去拍影片 基本上都是为了蹭流量 然后所以说这个日本老板 就是不经其扰嘛 因为毕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来 而是很多的一些中国网红 拿着一个手机 拿着一个自拍杆 在那边说 就是这家 就是这家的日本老板 就是他们欺负我们中国人 所以说不同的网红啊 他各种网红的钱去打卡 都是去 那个去去去他们家 所以他就觉得很 那个很烦 结果他也出了一个奇招 应该也是网路上一些网友 帮他出的招 因为你贴那个中国人 韩国人 不要来消费 那个不算什么敏感 只是听了一些小粉会比较气愤 但是那个老板最近把那个标语给去掉了 当然这个标语去掉 我是觉得是OK的 毕竟这个也是个不太好的一个标语 这种事其实在中国更多 中国每年 尤其像是在什么国庆啊 一些节假日啊 很多的店铺 直接光明正大的 打着歧视性的标语 什么说日本人与狗不得入内 等等的 对吧 你口口声声说 日本的店主不要这样 这样是歧视我们中国人 但是中国国内那么多人在做这种事 没有人去说啊 没有人去去抗议啊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去歧视别人 我们中国人就可以歧视日本人 其实韩国人骂台湾骂美国 但是就不允许别人骂我们 这不符合逻辑啊 所以在我的眼里 我刚刚也说了 日本这个店主 他做的也不对 而我们这种立场 从来没有偏向哪一方 那日本这个店主做的不对 然后中国国内的一些反日啊 或者是一些仇视的 那些都不对 只是说啊 今天他做了这些东西之后 很多中国人上前去 那个抗议啊 我觉得这个那个 有些做法已经严重影响到店家的一些生活了 这个是也是有点超过的 你大可不去他家店消费就可以了 毕竟人家店也是有权利不卖给你的 然后啊这个店主因为不堪其扰啊 就经过这个网友的建议啊 把那个标语去 那个拿掉了 换上了小熊维尼的照片啊 也就是暗示 这个是可爱的国家总书记 习总书记 然后呢还换上了一些什么 甚至还有台湾独立的那个旗帜啊 还有四个字 八九六四等等的这些敏感的东西啊 结果后来没有中国网红去了啊 当然我们看到的一些网络论坛上是说 去的人比较少了 越来越少人去了 有些为什么说是变得少了 因为也有可能一些人看不懂什么 这八九六四 毕竟在中国那个网络环境 很多人不能了解真相啊 所以大家也不知道 中国的敏感点在哪 所以也有些不知情的中国人 中国网红继续去打卡 结果我们就看到了很多中国网友 拍下了那个新的场面 那个画面 比如说拍到了小熊维尼的那个卡通啊 拍到了八九六四 这四个阿拉伯数字啊 传到了中国的网络上 什么小红书 什么抖音 结果纷纷翻车 纷纷账号都被封锁 他们还以为自己很爱国 觉得哇 我为国家出了一口气 结果被自己的祖国 暖心一巴掌打了回去 账号没了 我的账号异常了 整没了 真的也是太暖心了 我建议可以用一个比较 比较很好的一个方式 你直接把店名改了 不叫什么中西 什么餐厅 你也改成叫八九六四餐厅 对不对 这个餐厅绝对会火 我相信啊 慕名而来的很多人 绝对成为一个像刚刚我们伟大的习总书记去过的那个 一个农场里面那个甘蔗树一样啊 成为一个热门的打卡地点 那大家对于以上的几个新闻有什么样的看法 欢迎在留言区来一起跟我们留言互动 那另外第二件新闻 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 也就是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 中国现在要倾听民意 结果把这个评论区都给关了 台湾亚洲的民主灯塔 但是台湾有做这种类似的事情吗 搞不好也会真的有 但是我不知道所以希望营幕前的台湾观众朋友 能够留言互动跟我们来分享 因为我们的营幕前也有很多大陆的观众 也会翻墙来看 你们台湾有没有这样做 有没有学习我们伟大的祖国 这些优良的治国经验 我们伟大的习总书记 也为这个世界发展指明了方向吗 所以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学习我们中国啊 另外还有就是那个这个中国人上门骚扰这种事情 台湾人有没有什么新的建议方式 其实也可以分享给一些有些店主啊 台湾的一些店主或者日本的店主 假如说你不喜欢某些旅客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一个更好的方式 不一定要用这个对立的方式 对吧 那今天的影片到这里 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把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另外你可以加入频道 会员来赞助频道长期发展 谢谢拜拜